大家好 我是凱琴妮娜 那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到桃园市的大园区 为的就是要介绍给大家一个 平时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它就叫做西海休闲农业区啦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个不同的农庄组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呢非常适合大家来这边 一日游啊 而且就连住宿也都有啊 那至于我们现在应该要去第一站哪里呢 待会呢直接跟着我们走就知道了 走吧 在西海休闲农业区的特色农场 来到这里可以体验一家同乐的控谣活动 无论是小家庭或团客 只要提前预约随时都可以说走就走 好那我们现在呢所有食材都已经弄完成啦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把它们放进控谣里面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等慢慢等 等大概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哟 要来丢皮瓜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旺窑的部分 出土呢我现在超级兴奋的 但是为什么旁边还有这么多不同的菜色啊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活动 就是说小朋友们呢可以去体验采菜啊捡鸡蛋啊 采到的菜啊可以来做火锅 哇就是现场耶 直接在他们农区这边啊 不管你是有新鲜的蔬菜嘛或是鸡蛋都可以采 就直接放进去 农园主人如鼠佳珍 介绍他亲手种植的各种食用香草特性与味道 亲手触摸品尝文秀更让人印象深刻 这是我送的香草原 对 然后我主要推的是西餐的料理的香草 对然后它有一点点东南亚的香料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那个迷迭香 手可以去这样子轻轻的这样子抓 然后放在椅子前面 你就可以闻到很浓郁的地中海的香气 它的原产地是在地中海那边 然后也是在海边 刚好就很符合我们大圆的气候 所以它在这边就可以很好的生长 想要带给家人朋友西海特色的伴手礼 除了大地农庄的造型手工罩 还有具代表性荷春花卉的各种小盆栽 精致又浪漫 来到这边呢 你可以用最快速的时间做出一个 你自己的手工罩不管是想要自己用 或者是想要送给别人都可以 通常呢你会觉得伴手礼带吃的最好 但是其实现在有一种小盆栽呢 哇你送给人家绝对都会很开心 很心动是什么 来跟我看看 结合食农教育 环境生态 文化生活 西海休闲农业区 会是个适合全家大小出游的好聚处 记者林家镜林瑞峰采访报导 大家还要尽上 得赞 tv 感谢观看